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海洋头上方上 这里的花解开 中方人在东方 随着沐浴太阳爱 台阳 爱太阳 帮他留经 奔载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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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上月开中圣 东方上和城仓台 东方上和城仓台 太阳从东方上 这里的花前看 东方人在东方 写到木云太阳海 太阳 太阳 算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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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静长山 松方香河 春长山 啦啦啦啦 山河振起来 山河振起来 我去吧 季昌 你来了 是的 你也要跟我飞味血射剑 是的 老师 起来 起来吧 看着我 你回去吧 我叫你回去 等什么时候你的眼睛不眨了 再来找我 懂了 懂了老师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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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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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像布里球 我先走了 季城 你来了 是的 老师 你走吧 我叫你走 你看见我的茶几上放着什么 水壶 不对 它是一座山 你什么时候能把小的东西看成大的 把隐约的东西看得一目了然 你再来找我 懂了 老师 懂了 老师 季城 射箭的秘诀你已经掌握了 你怎么不说话 老师 我懂了 海洋 海洋 通风上 这里的花间开 中方人在东方 随着沐浴太阳爱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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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有 很大海怀 很大海怀 海洋 有年轻重生 松花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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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六月景昭山 松芳香和春长山 松芳香和春长山 啦啦啦啦 我的下马跑得好快啊 你的下马是后来俱伤后发之人啊 田将军打头阵的下马果然是实力不凡 令寡人刮目相看 太往说笑了 我们每次用三种不同的马比赛 我已经连输了两场 这第三次我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而来的呀 田将军还是这般好胜逞强的降脾气 不服输 我就是喜欢这种脾气 你们能不能走快点啊 赛马早就开始了 再晚就赶不上了 田将军和七卫王赛马 赛一次败一次 看不看都一样 这回又得输啊 这很难讲 田将军约我去看赛马 我想在赛前跟他谈一谈 没准能赢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了 田将军 今天你第二轮上场的中马 论实力是可以和朕的中马赛个高低 可是今天 可是今天你看我这中马起跑他慢了一步 被待望的马领先了 这一比一太可惜了 将军不必傲丧 下面还有一轮呢 但愿第三轮我的上马能跑得好 赢过待望的上马 真的上马也非等闲之辈啊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三轮比赛现在开始 快点 快点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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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要攻 快 出 出 出 好 带王 带王 您又胜利了 想不到我一个武将训练出来的战马一次一次的输给带王 真是惭愧致志 天将军何必认真 玩乐而已 带王 我想有机会咱们再赛一次 好 朕一定奉陪 好 奉陪不敢当 只要带王乐意 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时间也有拟定 好 臣告辞了 好 来 回宫 田将军 请留步 哦 您议下如何 刚才大师说我有取胜的机会 我还不甚理解 请大师点名 我齐耳恭听 齐圣之道在于知己知彼 公其不备出其不义 嗯 这道理我是知道的 可是一到了这赛马场上 到了赛马场上也是如此啊 要是以将军的上马 对齐王的中马 以将军的中马对齐王的下马 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 其结果又会如何呢 哦 这就是说 我的下马虽然输给了齐王的上马 但是我的上马和中马必胜无疑 此战略乃兵不厌诈 嗯 齐王是盛名之王 想必他不会在意吧 不在意不在意 朕不在意如何布朕 我仍以下马打头朕 上马垫后 你呢 臣还是想用原来的三匹马 想用上次齐开得胜的下马 和代王的上马 拼个高低 尽管他是下马 但是他后劲儿十足 所以臣想和代王的上马 决于此凶 好好 随你布阵吧 开始 第一轮比赛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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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今天第一轮一中马 对代王的下马一路领先 我看第一轮你稳草胜卷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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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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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下边了 快 快 使劲 加油 第二轮比赛结束 天将军 天将军 你今日用兵之道 朕虽然败的冤枉 但不得不佩服 哈哈哈哈 七感七感 代王 臣所以能够取胜 是听了一位高人的指点 臣想把这位高人引荐给代王 不知代王意下如何呀 哦 果真有此高人 快请来与朕相见 是 齐王有旨 传孙兵大师觐见 传孙兵觐见 禀代王 在下腿脚不便 甚有不公 恳请代王恕罪 大师免礼 这以后 齐威王拜孙兵为时 学习兵法 切磋国事 在春秋战国各路诸侯中 一度成为霸主之一